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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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紧张 不紧张羊羊 好乖 来羊羊吃一个 镜头前正在与猫咪玩耍的人名叫曾丽 是北京流浪猫救助机构幸运土猫的负责人 2001年 原本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他 偶然得知了有很多流浪猫需要求助的情况 便与六名义工一同开始救助工作 通过跟其他的养猫的猫友的交流 我们才开始知道说 原来除了家里面的猫以外 还有一些是生活在社区里面 生活在公园里面 没有人管的这些小猫 那个时候有 其实最大的一个状态 就基于对这个小生命的一个同情 所以希望去帮助他们改善一些 他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艰难的一个生存状况 然后尽可能多地 让这个生命重新焕发一下光彩 随着救助工作不断开展 曾丽的救助团队日益壮大 并开始与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北京爱他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等组织 开展项目合作 在维持机构平稳运行的同时 覆盖更多流浪猫易聚集场所 救助项目也更多了 2004年的时候 我们突然才意识到 这流浪猫的数量繁殖实在是太快了 我才发现说除了在领养以外 我们还可以帮他们完成绝育 是从2007年开始帮助中山公园 然后2012年开始帮助巴达处公园 在这个幸运土猫 这个义工和志愿者的这个帮助下 里面的流浪猫就陆续地完成绝育 然后完成一部分流浪猫实现领养 通过这样的一些救助工作 通过动福利的这种公益工作 它实现了人和动物的一个和谐相处 2011年 曾丽与团队成立领养中心 完成体检绝育的猫 可以在这里等待新主人 每天曾丽都会收到数十条领养申请 需通过筛选评估后方可完成领养 曾丽坦言 申请人是否有责任感 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准 收到领养申请之后呢 会进入到一个评估和筛选的一个过程 通过我们筛选之后呢 我们会约请我们的领养人来到领养中心 和猫咪做这个亲密的接触 同时完成最后一个环节的领养沟通 大家对猫咪的喜爱之情都是真实的 但是其实领养它意味着不仅仅是喜爱 而是能承担十几年的责任 这部分呢 其实领养沟通中就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我希望大家把养猫这个事情 也当做一个正经事来考虑 为及时了解各项救助工作进展 曾丽建起数十个微信群 义工和领养人可与它沟通最新情况 在它看来 救助并不只是收容 当每一只流浪猫顺利融入新家庭后 才是真正完成了救助 绝大多数的年轻养猫的新主人 他们其实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是用力过猛带来的那种紧张感 就可能猫咪它进家之后 比如说突然长了一块猫悬 其它是个小问题 很小的问题 但这个猫悬就会造成主人极度紧张 我们其实做了特别大量的工作 是让主人跟猫在一起的情绪淡定下来 不要那么的焦虑 对 要去感受这个生命 目前每年约有近200只流浪猫 在领养中心中转 近20年来 已有超3000只流浪猫找到新家 谈及未来 曾丽希望动物救助工作 能更加专业化 每只流浪猫都能找到专属蚕食官 因为在国内 我们其实没有动物福利专业 它可能更多的在工艺层面上 它跨及到动物方面几乎很少很少 如果把这四个 简单说紧急救助医疗 绝育领养 这四部分我们都把它包到一起去 它一定要走向更专业更有效 接下来这个机构也会朝着更专业的 它所能提供的这个方向 真正给这一个领域带来帮助 帮这些小流浪猫找到一个新家 三个世子 三个世子 三个世子